产业消息来看的是细平董事会决议 将明年1月28号临时股东会喊咖 但不排除对日月光提出的百分百收购案进行评估 前提是要求日月光立即停止公开收购一案 以及在双方合议的基础下来协商 而细平也对日月光提出了三大疑问 要求在1月4号前就要回复 细平董事长林文博 原本找来大陆子光集团入股立抗日月光 不过28号细平董事会决议 暂缓召开明年1月的临时股东会 与子光合作要成案恐怕遥遥无期 细平转而对日月光喊话放软态度 细平董事会同意在两大前提之下 可以对此并购案开始评估 首先日月光必须及时停止 第二次对细平的公开收购案 第二是双方合议基础下展开协商 另外细平也要求日月光诚心的疑虑 包括完成收购之后 如何保障下市细平的员工权益 再来日月光必须说明 每股55元的收购价定价基础为何 以及与子光以私募价格55元 但不介入经营权相比 细平似乎认为日光收购价格偏低 最后日光也需符合全球主要市场反托拉司法的规定 细平要求三大提问 日光必须以1月4号前回复 眼看日月光只有在29号发动第二次的公开收购 濒临城下细平坠盘期恐怕已经选择不多 邮件TV中心梁立林台北报道